嗨大家好,我是Yuki 这个视频我要再不录的话 这个秋天怕是要过去了 最起码武汉的秋天 你悄悄的要溜走了 也是之前答应过 要给你们出的一个 秋季外套合集这样子 我入秋以来 买了几件非常好看的外套 然后性价比很高 非常的平价 又有质感那种 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 感兴趣的话 就一起玩来看吧 第一件呢 是我最喜欢的一件 就是这件运动风的外套 这个我真是当时 第一眼看模特就被吸引了 就是那种比较简单 随性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做的就是一个 外套黑白这样子的一个 撞色比较简单色系一点 后面做的是这样子的 一个脸帽的设计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种裤子 它俩呢 我是一块买的 因为我觉得穿一套的话 就是那种更加简单 更加懒的一个感觉吧 就是你不喜欢 就是穿的花里胡哨 直接把它俩穿一套 然后里面配个T恤 位移就可以出门了 它这个面料啊 是那种棉质的 摸起来会比较软一点 然后它里边是那种 就是毛圈棉的 但是它没有做那个加绒 不过我觉得这个料子 还算比较厚实一点啊 这个穿到你初冬的季节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或者你在里面 可以加一个比较厚一点 那一搭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是这一件 这个相对来说 也是那种运动风的一个感觉吧 这个是一件棒球服外套 我真的觉得它颜色太好看了 是这种薄荷绿 我觉得薄荷绿吧 就是那种看着心情会很好 很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啊 就是一个这种圆领的 然后上面这个的话 是有做这样子的彩色的字母 然后还有同色系的一个纽扣 上面还有这种彩色的一个字母 就是那种比较活泼的一个感觉 摆起来的话就是宽宽松松的那种 反正也不太去挑身材 然后它这个料子就是那种 单心绒的 就是这种竖条纹的一个感觉 里边的话 它是没有做那个加绒的 这个也是只有一层内秤而已 料子的话 我觉得算中等厚度吧 这个不算特别厚那种 反正你初球季节穿 是足足够够的了 这个搭配啊 我觉得就很多花样了 比如说你可以搭黑白啊 就会比较酷一点 你也可以搭这种撞色 像上面有这种黄色的话 就是可以撞色 就会更加活泼一点 也可以就是配 比如说撞色你可以装灰色呀 或者紫色 应该都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整个版型我也很喜欢 包括外套的一个质感 虽然它很便宜啊 但质感真的还挺不错的 包括这个刺绣 这件我觉得性价比真的还蛮高的 然后是 这个蓝色 哇又是一个蓝色 我今年真的是很喜欢蓝色 也不知道是不是 又是流行色的一个取向啊 看我身上穿的也是一个蓝色的 它这个蓝色不太一样 其实和这个薄荷驴还蛮像的 看就是差不多 我喜欢的东西真的是 还蛮局限的 都是差不多的一些 类型的东西 这件也是那种运动风的一个外套 然后它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那种薄度很低嘛 我觉得这个颜色 其实还是蛮显白的 看起来也是那种 就是很治愈的一个感觉 蓝色我今年是买了 那种比较亮的蓝色 然后还有这种淡的都有 我觉得都还是蛮显白的 它这个也是那种 脸帽型的一个外套 这件我买回来 真的是有一点点后悔了 因为它 我看它新出了一个佳容版本 其实应该买佳容的啊 我买的这个是 单面是那种毛缺棉的 佳容的话就会更加暖和 穿的时间更久一点嘛 它这个版型 也是那种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这种运动风的外套 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小标 我反正是那种细节控啊 我很喜欢这种 就是小细节的东西 看起来质感就会更好 是那种硅胶的一个小标 质感还不错 然后它这个帽子啊 做的都是这种双层的 整个我觉得料子很好啊 主要是颜色 这是一级好看 这件你上身 就是那种学生妹的感觉 就是你进大学 不会怀疑你不是大学生 就是很简厉嘛 因为这件的话 你搭配起来 简简单配个牛仔裤 或者那种运动风的裤子 我觉得应该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虽然它没有佳容 但其实单面的话 也算是比较厚实一点 你穿到个10月底 11月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怕冷的人就买那个佳容的就好了 然后是这个风衣 这件风衣的话是上一期吧 上一期好像被人盯上了 你们好多人问这个风衣 就我上一期搭那个米色 不对杏色的针织衫 我穿的就是这件风衣 它是那种中长款的一个款式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个风衣合集吗 你们很多人说 小个子不行 小个子劝退 小个子不能穿长的 所以我又买了一件 这种中长款的 包括这个款式版型 我觉得都还很不错 这一件的话 它是那种颜色 会稍微浅一点的这种卡其色 然后长度的话 就基本上是能盖过 我臀部那样的一个长度 就我穿一个半裙 或者短裤就可以盖住的那一种 长度我确实刚刚好 对小个子超级友好的那一种 它这个版型呢 也是我最喜欢的 经典的双排扣的一个设计 然后面料上面啊 这个料子真的很好 就是质感非常非常好 反正之前发那个视频吧 有很多人质疑说 就是比较便宜的风衣 会不会有那种廉价的感觉 我是觉得啊 就是百元以下 百元左右的风衣 其实学生档的 这个质感也差不多 但如果上班的话 我还是会更推荐这种 就是质感更好一点的 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细节 面料都是有份量那种 上面有一点鞋纹的这种感觉 质感真的是很不错 包括这个扭扣的一个细节啊 哦对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腰带 就是它自己配送好的 是一个带松紧的这种腰带 就如果很多人啊 我发现很多人不会风衣打结 就那种手残 不会风衣打结 你们就买这种自带腰带的 然后它是可以这个两个扣子 然后把它俩扣一块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的 既可以get到那个收腰的效果啊 你又不需要自己去动手 超级简单 这件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做那种下衣失踪穿法 就是比如你可以配个半人裙在里面 然后配个长靴啊 短靴啊 或者穿脱地裤 就是那种比较慵懒的感觉了 看你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吧 反正我觉得搭配方式还是蛮多的 质感也很不错 这件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真的非常推荐了 会显得你气质很好 最后一件呢 是这个西装外套 这件我买的又是一个米白色的 我真的是一个米白色的 忠实大户 任何单品我都要尝试一下这种色系的 就看起来很温柔 又很好搭配的那一种 然后这件西装外套呢 它是属于那种宽松版型 不是合身的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宽松一点 然后有一点点垫肩的这种感觉 这种的话 你就不管怎么搭配吧 不会让人家误以为 你穿的是个工作服 就是那种很随性 比较休闲 有点时髦感的那种 它这个做的是这种双排扣的 然后扣子选用是一个黑色的 撞色这样子 然后这里啊 其实它是有那个链条的 但是我这个链条 我把它洗过了 然后链条就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 你们看才是吧 之前在 现在就没有了 里边的话 它是有做一层内衬的 然后这件的话 我觉得它就不是特别厚了 算是偏单薄一点的吧 后面还有这样子一个单排的扣子 设计感还是蛮强的 然后不是特别厚那种 面料是那种偏软一点的 不是特别硬挺的 我觉得它整个风格 其实是比较休闲的一类型的 不是那种适合上班去穿的 比较适合日常的一个休闲吧 然后搭配的话 我觉得里面你可以配一些条纹啊 或者说撞色啊 顺色 比如说黄色 卡西色去搭配 应该还蛮好看的 这件就是日常造型 我觉得出去玩穿也挺好看的 就上班的话 可能还是缺一点点意思啊 比较适合日常去穿吧 这件下笔其实也是蛮高的 以上呢 就我们这些外套合计的 所有内容啦 我最近跟的真的是太勤快了 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想看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然后其实啊 我手上有偷偷的在攒一些好看的裤子 就我最近买了几条 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的一些休闲类的 除牛仔裤以外的一些裤子 然后呢 我从天津搬家回来 我很多衣服在这个家里面已经找不到了 我的睡衣全都不见了 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又花巨子买了几条 好看的睡衣 就是非常巨可爱的那种 又很暖和冬天穿的那种 那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多给我留言 想看什么内容这样子 后面还有淘宝开箱 我会尽快的安排上 那这期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键赞链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